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坚决反对境外势力介入台海 可惜啊 民进党现在不仅是欢迎 而且是跪求境外势力 因为民进党只有靠境外势力才有机会赢得选举 但就像西妈菲毒药一样 尝到了甜头 最后可能把命都送掉了 不久前 美国智库CSIS发表两岸兵推结果 基本上可以当歪歪小说来看 但结合现实还是有些启发 兵推说两岸开战 美日台产胜 大陆败了 绿营看到结论就高潮了 大肆渲染 美日相助 大陆产输 却不宣传台湾没水没电 称为荒芜废土 其实自2015年开始 美国许多单位做的兵推 主要都是中国大陆获胜 但这一次却是所谓美国获胜 为啥呢 首先看看兵推赞助者是谁 是军火商洛马公司 那结论肯定要美日产胜 这才能顺利卖军火啊 如果美国大胜 那不用卖军火了 如果大败也不用买了 甚至也别打了 只有刚好产胜 才能让美国政府和民进党当局 多买点军火 而且现实情景 美军其实已经后撤第一岛链 去年大陆围倒军演时 美军全部逃跑 全世界都发现 美国是纸老虎 所以兵推多少要虚张声势 告诉大家 我老美还是很强的 所以这兵推可以说 先射箭再画吧 设定好了结论 是大陆必须输 然后加上一对参数 美日能第一时间联合作战 美国的飞弹可以完全精准 歼灭大陆一百多艘舰艇 但是大陆飞弹打过去 美国有九成防御力 假设台湾可以独自撑七十天 完全忽略九成能源仰赖进口 大概到第二个星期 全台就会陷入缺电情形 把所有不利于大陆的条件 都加一加 美日台也只是惨胜 如果现实生活两岸打仗打得如火如荼 北韩或俄罗斯不会有其他动作吗 兵推都没有算 所以别以为美国专家有多厉害 整篇就是幻想小说 和绿营电视台鬼扯的东西差不多 历来这些兵推还一个目的 就是在舆论上妖魔化中国大陆 说大陆主动侵略好可恶 然后继续说服台湾人买军火 可是大陆一直希望和平统一 明明唐僧希望和平取经 结果妖怪一直说 唐僧要去吃佛陀肉 请妖怪来打唐僧 这不是荒谬吗 那如果妖怪老老实实待在家 那也没事 偏偏妖怪要妨碍唐僧取经 那咋办 只能派出孙悟空相妖伏魔吗 不除妖取不了经 不解决美国问题 就很难解决两岸问题 那结合现实的部分是什么呢 报告说台湾很难适用乌克兰模式 说明了美国希望把台湾乌克兰化 报告给美国的几个建议 也是当前美国执行的政策 就是要台湾买更多的武器 把台湾打造成火药库 台湾当战场 民众当肉盾 消耗中共战力就行了 你看现在美国出售给台湾的武器 火山布雷 弹簧刀无人机 全部都是打城镇战 打巷战的 怪了 以前不是说如果两岸开战 要阻绝于境外 或者阻绝于海上 怎么现在都已经预设 要打到台湾内部了 而且就在五年前 绿营的论调还是 美国人会出兵帮忙 但是现在 绿营自己的论调都变成了 台湾要自己来上战场 不要涉忘美国人帮 而更荒谬的是 绿营支持者竟然全部接受了 这种洗脑功夫才是强啊 好了 凡是没被民进党洗脑的 凡是认为美国要害台湾的 赖清德现在说话了 这种人就是所谓 以美论者 对台湾不利 翻译成白话就是 中共同路人 哇 好奇怪 现在连怀疑一下美国都不行了 民进党当的是台湾人的官 还是美国人的狗呢 不可怀疑你的主子 给你莱猪你得吃 抢你台积电你得给 给你波音你得做 要你的命你还得乖乖送 赖清德为什么要向美国表忠 因为美国先前并不信任他 赖清德现在要选2024 必须过美国人一关 当然得抢先示好 再者呢是打脸潜在对手 侯友宜 侯友宜不久前才说 不当强国棋子 赖清德先扣个帽子说 他是以美论者 害台湾 那第三这是民进党论述的重要转变 以前绿的讲抗中保台 可是抗中会发生战争 大家会怕 而围倒军演 民进党躲起来 大家觉得民进党也保不了台 所以一度改成和平保台 绿营支持者又觉得 那好像跟蓝营差不多啊 说不过去 所以赖清德最新的定调 可以解释为 轻美宝台 影射国民党 以美反美轻中 这下糟糕了 依照国民党拿香跟拜的本事 肯定又要开始争 那我也比较轻美啊 那么整个社会氛围 就会变得更加轻美反中 最后就是美国拱火 两岸两败俱伤 不过呢 要说我是以美论者 这帽子就扣错了 我相信美国坚定美国利益至上 要打压中国大陆 我相信美国希望台湾引战 消耗大陆的战力 我相信美国希望台湾死伤惨重 它才能在国际舆论上谴责制裁中国 我相信美国利用台湾的决心 相信美国军火商欲赚台湾钱的贪心 好了 知道了美国的阳谋 那么台湾该怎么做 抱歉 台湾两个主要政党会继续亲美 这是改变不了的悲哀啊 有人问站在垃圾堆的顶点是什么感觉 这可能要问赖清德 赖清德成功当选民进党党主席 浑身发臭 我这话绝对不是故意臭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越来越自甘堕落 赖清德选前到自己的大本营台南举办向党员报告 事前人人都觉得这是要向在地黑金宣战的局面 赖清德也不负众望 向黑金妥协了 到底台南黑金咋回事 第二个就细说从头 你只要记得三个人 卢渣王郭再清 虎姬林世杰 议长邱莉莉 台南的政商关系 可以被形容为 玛里亚纳海沟 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什么是黑金 黑道加金权 非法暴力获得不正当利益 台南从选前到选后 陆虚爆发几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民进党中职委 台南市长黄伟哲 竞选总干事郭再清 经营的公司 在农地非法填到炉渣 农民种的农作物都有炉渣味 然后这一间公司 和一个民进党议员的服务处 在选前被开了88枪 平常开个一两枪 就是社会重大新闻 88枪是什么概念 就是台湾四个月的冰当丸 都打不到88发子弹 可见仇恨有多深 牵扯利益有多大 凶手呢 逃到海外了 犯案动机 减调透漏 和光电利益有关 好我们先买一个伏笔继续说 选完以后台南的金发局长 贪污受贿 接受性招待 收押境界 这个案子选前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 谢龙介就打了 可是检调偏偏不动 如果选前检调出手 说不定谢龙介就当选了 这还没完 选举结束 台南市议员要接着选出议会议长 本来民进党的人数可以过半 但是分成两个派系 新潮流和郑国会 郑国会六个人 坚决反对新潮流议长候选人 丘利利 他们说 拒绝投给黑金 这个丘利利的金主 就是前面提到的 搞卢渣被开枪的卢渣王 少了六个人 投票无法过半 怎么办 挖国民党墙角吧 那国民党如果跑去投民进党 还不被骂成渣 那总要有好处吧 没错 就是会选 在议长投票前 曾有国民党议员 接到了电话 某某某找你讨论事情啊 快出门上车 他上车之后 根本没看到某某某 看到的是民进党在第一个黑暗势力威胁他说 过几天的议长投票 你投自己拿一千万 你投民进党拿两千万 国民党议员下车吓死了 光天化日之下被拐上车谈会选 原来这就是民进党的民主圣地 这还是有媒体报导 其他案子进行了多少 一般人不知道 只知道在投票前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员 申请随护 要睡在议会 以防不测 你就能猜测 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我们刚才说 在车上威胁人的是谁 他就是 由走私枪炮前科 熟悉地方黑道 被黄伟哲提名为 农产公司总经理 如今女儿当选台南市议员 女儿参选的时候 著名的前黑道 黄成国和徐国勇都站台了 可以说南北黑道一起串联 死人在台南有自己的帮派堂口 选举的时候 挂个招牌就变成服务处 乡亲只认平常为事的小弟 穿上背心就成了助选员 台南的民主就是如此有趣 最终台南议长选举 国民党跑了三票 民进党邱莉莉当选议长 但是没过多久 建调就兵分多路 把前面讲的几个人 包含国民党的 全部约谈搜索 查的就是他们会选 我们算一下 议长选举买三票 就要花六千万新台币 还没算民进党党内的 到底背后利益有多大 围绕台南政商关系的根本是什么 就是太阳能光电 民进党搞非核家园 要让绿电发电比例占全台两成 而且鼓励民间 那就是所谓绿能业者 自己发电再卖给台电 台电自己发电 一度电大约一点多到二点多元 但是绿能业者 生产太阳能的电 卖给台电 一度电可以卖到四点多 或五点多元 那台电不是赔钱吗 为什么要跟绿能业者买 因为绿能啊 民进党执政 就可以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 要毁掉一个地方 除了倒垃圾 填废土 还一个方法 就是让这里出现民进党 于是各大绿能业者 像发疯一样 在台湾各处圈地 将所能见到的土地 余温 农地 甚至林地 全部改为太阳能板 一公顷的土地 如果搞太阳能板发电 可以净赚 一千五百万元新台币 台南 现在大约有两千公顷的土地 盖了太阳能板 这群人看到的不是土地 都是银子啊 可是呢 在2019年 台南市议会却做出了决议 某个地方禁止继续开发 这让想发财的人不爽了 那怎么办 当然是要控制新的台南市议会 议长 还有台南市政府 才能推翻旧的决议 这就是有些人砸大钱 也要拿下议长的背后原因了 目前检调只查汇选 但是对背后绿能的问题 当然不敢碰 而赖清德说什么呢 他说 民进党很弱 哪有什么条件弹黑金 一句话就把民进党跟黑金 切割得干干净净 赖清德接着说 党内互相攻击黑金 让对手也跟着骂黑金 所以在赖清德看来 只有党内不团结的问题 没有黑金的问题 而可怕的是 下面的民进党党员 跟台湾社会 简直是平行世界 对于卢渣 88枪 汇选 可能觉得不存在 或者觉得不重要 竟然都不批判 批判的是 民进党议长投票 跑票啦 不团结啦 果然是死忠的 党员根本不在意 什么治安和汇选 只在意谁有反骨 所以赖清德 有什么动机检讨 民进党哪里还需要反省 再次说明了 未来的扫盲教育很重要啊 大陆学子来台就读 从2011年陆生元年 至今已超过10年 但由于疫情与两岸情势 2020年4月 大陆暂停陆生赴台就读工作 现在学生越来越少 最鼎盛的时候 同时在台湾的大陆学生 约有4万人 但今年仍然在学的 只剩2000人 多数是大四生 少部分是研究生 等到大四生一毕业 台湾就没有大陆的学士生了 媒体形容说 陆生清零 记者询问国台办 什么时候开放 看看国台办的答复 民进党的陆委会 立刻反呛大陆 我们收到很多大陆青年 和家长来信 要来台湾读书啊 这些来信到底真的假的 我高度怀疑 这么多人敢于冒险吗 你们千万别被 民进党的说辞给骗了 快打消主意吧 井里面是很危险的 其实陆生减少赴台 有机可循 蔡英文上任以后 注册的人数就大为减少 尤其2015年 蓝绿在炒 陆生要不要纳入健保 绿营把陆生骂得狗血淋头 谁要来啊 加上两岸招生政策有点改变 2016年以前 如果大陆高中生 同时报名两岸的大学 由于台湾先公告招生结果 学生只能读台湾的大学 但2018年以后 两岸必须同时分发 如果学生两岸学校同时录取 他可以选择读大陆学校 而放弃台湾学校 这些因素都减少了陆生 赴台的诱因 经过疫情之后 大家看得更清楚了 2020年 民进党自豪 哇我们零确诊啊 台湾No.1 美国人日本人都可以来台 偏偏陆生不能来台完成学业 你想想你读到了大四准备要毕业 偏偏最后一个学期无法去学校 那有多悲凉 从大义到大四 越长大越孤单 越长大越不安 往往民进党为了政治利益 拿陆生开刀祭旗 你是不是会以为 我会主张希望陆生多来台湾 当然不会啊 这是在摧毁别人的人生啊 来台又不能打工 又不能有健保 搞不好还会被民进党当成特工抓起来 谁要来呀 台湾现在最欢迎陆生的是谁呢 是许多大专院校 为啥 因为没有陆生 他们的学校 没学生就要倒闭了 基于两岸情感的很少 把陆生当钱包了很多 所以暂时没有陆生来台 也是出于保护心态 别到台湾受苦受难啦 不开放大医生来台湾 也是保护 万一你读到了大三以后 发现学校不小心成为废墟了 怎么办 报道报道 我们下次见